做父母的都知道 小朋友的模仿能力很強 他們會學大人說話的語氣 學大人的動作姿勢 但我們可能沒有在意 就連怕這些看上去好本能的情緒反應 小朋友都可能是學回來的 一個1985年的心理學經典實驗 或者可以給我們一些啟示 科羅拉多大學健康科學中心的James Sauce 以及幾位學者 準備了一個懸崖模擬裝置 裝置一邊有圖案 而另一邊是一塊透明玻璃 形成一個好像有懸崖的錯覺 研究人員把一歲大的BB放在中間的爬行通道 然後安排媽媽在懸崖的另一邊叫BB 當媽媽做出一個很害怕的表情的時候 全部BB都不肯向前爬 但如果媽媽面露微笑 大部分BB猶豫一陣之後 都會肯向前爬過去 研究人員解釋 當BB在搞不清楚狀況的時候 會透過觀察媽媽的表情 去找出線索和指引 去理解身邊周圍的環境 從而調整自己的行為反應 這些非語言交流的過程 稱為社會參照 小朋友大概十個月大 就會開始以這種方式去學習新事物和適應世界 我們可以看到 小朋友如何去理解世界 很大程度是基於父母的態度、信念、想法和家庭的文化 相信大家在家裡都曾經上演過四腳蛇大戰和蟑螂驚雲 其實BB第一次看到這些蛇蟲鼠蟻都未必會擅長 但會因為不知道是什麼 回頭看看爸爸媽媽 如果爸爸媽媽已經嚇到臉都青了 甚至每次看到都如臨大敵 BB就會自然都怕一份 四腳蛇很恐怖這個概念 從此落地生根 相反 如果父母可以很膽定 BB很可能都不會這麼抗拒 甚至可能會走過去觀察一番 怕不怕四腳蛇當然沒有雙大雅 但萬一父母怕的不僅是四腳蛇 還有日常生活中的大大小小事情 例如小朋友拿起剪刀玩 在遊樂場爬來爬去 甚至每到學校定期小測大考 父母都很神經緊張 兒童治療專家Lawrence Cowan提醒我們 小朋友之所以什麼都怕一頓 其中一個關鍵原因 是因為他們的父母自己都是緊張大師 當家中時刻籠罩著憂慮的氣氛 小朋友環顧四周時 只是見到終日擔驚手帕的爸爸媽媽 令到他們更加堅信這個世界險象還生 會經常都感到不安 Dr. Cowan建議 在幫助小朋友應對憂慮之前 父母要先處理好自己的憂慮 反思一下自己是不是很容易擔憂 明確地找出自己究竟恐懼著什麼 以及直接去面對它 然後做一些放鬆練習為自己減壓 當父母表現得松容淡定 其實正正就是向小朋友發出了安全訊號 告訴他們 我相信你能夠做到我對你有信心 當然 小朋友也都有自己的性情氣質 有些天生容易焦躁不安的小朋友 就算看到淡定的父母 也都未必可以立刻放鬆下來 他們有時候好像長期進入作戰狀態一樣 看到的世界都是充滿危險和意外 家長可以怎樣幫助這些小朋友 應對憂慮和面對挑戰呢 我們遲些再跟大家分享 如果你覺得今集的內容有用 請你分享給身邊有需要的朋友 日本大屋 澳洲順盤 全球流行 Dream House 0距離